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权力中心就讲到了 到这个时候咸丰是皇帝 这个皇帝比较懒惰 很多事情都给了他唯一生他儿子的其中的嫔妃 这个衣贵妃去做 然后这个有才的公亲王就付钱在家 然后中国呢 现在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内幼外患 其实到这个时候现在我们要讲了 就讲到这个真的今天要讲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外面的背景是什么呢 要是你看这个地图 咸丰是1850年开始做皇帝的 很多时候人家也说他是苦命皇帝 为什么说他是苦命皇帝 这个是中国 今天的中国 清朝的中国其实还有这些地方 清朝是比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大 1850年的时候 我们今天不能讲因为这个太复杂的 开始就是有这个太平天国运动 就西传了这个整个地方 整个南中国 死了7000万人 这7000万人其实是什么概念 就我下次讲 讲这个太平天国就讲到 7000万人呢 要是等于以之前中国有4亿个人的比率来说 这等于今天要是有这个太平天国的话 香港每一个人要死30次 这是30倍的香港死 香港700万人呢 它是7000万人嘛 但是以前是 以前是今天的这个人口的三分之一嘛 他死7000万人就等于这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就是 整个香港每一个人死30次 这等于这个太平天国的这个灾难是什么 想不了的 完全想不了 这个概念想不了的 但是这个1850年的开始 所以当时大部分的清朝的香港呢 已经现在香港岛已经割了给英国 上海 天津 北京 所以大部分呢 的军队都在这个华南地区 这个还有这个团链 就有这个中国方去这个打这个太平天国 打太平天国呢 这个就是内忧 外患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英法了 英法 美俄 他们有什么 为什么有这个 为什么外患呢 就是在这个 打完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 这个世界 其实越来越 在这个英法的这个 他们这个系统 他想越来越把整个世界 纳入他们的系统 比如他们打赢了一场很大的 很大的仗 就是在1853年到1854年 打赢了这个俄国 拿到Kremia Kremia 就是今天这个乌克兰 有问题的地方 现在我们又有一个 又在这个 这个地方很重要 因为就是这个西方 西方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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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权 军事跟这个 俄罗斯的军权 这个 这个 这个交汇点 所以 逼争之地 所以1853到1854 英法 打赢了这个 俄国以后 他就觉得 可以继续往外发展 继续往外发展呢 就觉得中国 打完第一次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 不够开放 其中一个呢 他想两个大东西 他们想两个大东西 第一 就是 外国人 可以在这个 内城里面居住 这个 但是呢 我们中国呢 就是 清末为什么 有什么八国联居呢 什么东西 其实当家是很难的 因为当家 大部分的中国人 不想 不想有外国的东西 比如他们觉得 其实 其实中国人 有一点智慧 是很厉害的 他们觉得 有 有火车 或是有这个 这个天线 在旁边 是改变风水 在我 之前我们觉得 这个中国人很乐厚 但是天线 在我们知道 有什么 radioactivity啊 这种东西 其实真的 这些东西 不应该在家里面 在家旁边 是不是 所有这个 电烂啊 所有东西 其实不应该在 这个家旁边 所以他们其实 我觉得这个中国人 本来我们觉得 很乐厚的 其实落后的 其实是有这个 他们有一点智慧 但是其中一个东西 就是 本土的人 很不想 这个外国人 到内城住 那你是官员 你怎么办呢 你不可以 为了外国人 打你自己人嘛 但是只能 用不同的方法 去 妨碍 这个外国人 来内城 为什么那么烦呢 其中可能一个原因 就是 人家说这个 项民就说 这个外国的女人 穿得太少了 就是这个 上风败俗 所以就 有这个问题 所以就 就不停地聚 不停聚呢 就在1856年的时候 就开始 这个 这个 这个炸弹 就开始引爆了 为什么1856年 1856年 就是因为呢 在1844年的时候 清朝跟美国 欠了这个 合约 欠这个 欠约的时候 就说了 放了一句 就是 十二年以后 我可以来 修约 那 但是 现在来的是 英国 跟法国 为什么 英国跟法国 他们的 合约里面 没有这一条 为什么 他可以 拿着这一条 来发烂呢 就因为英国 在1842年 南京条约里面 有一条 就说这个 利益均战 利益均战 大概是什么概念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 你打赢了我 我跟你签合约 你可以来我家 吃饭 睡觉 然后呢 你就写了一句 利益一体均战 所以明天 有另外一个强调 强调 来到我家里面 打赢了我 但是他说 可以在我家里面洗澡 你就因为 之前你没有想过这个呢 你现在也可以 所以中国就是 很惨的 就是 英国没有想到的 你给了别人的好处 我也要 所以这个好处呢 这个可以 修约的好处呢 就在12年以后 就来 所以就1856年 56年发生了 什么东西 在阿罗船事件 就发生什么 英文叫Arow A-R-R-O-W 就是这个船 是在英国 在香港注册 所以可以说是英国 这个英国船 英国船里面 这个在广州 广州呢 这个清朝的官员呢 就见到 就知道里面有海盗 有海盗就来 来抓拿这个海盗 抓拿海盗以后呢 英国的发烂呢 就说 你就在这个英国注册的 一个船里面抓人 所以你就侮辱了 这个英国旗 那当然了 历史肯定有两面的嘛 就是英国那边 中国那边就是 第一 这个船 其实已经过气了 你这个注册 已经过气了 第二 就是我们见不到这个旗 见到见不到 见到见不到 这就是你说了 所以就是英国 就是发烂 就说 我们要进来 我们要赔偿 然后呢 我们要入城 就说这个入城 当时的这个 当时这个英国 不 当时这个中国的 这个梁广总督 就是现在 等于现在 广东广西的这个省长 兼这个军区总司令 就是这个叶明春 叶明春是很厉害的人 这个金氏基地 他是很大的学问家 但是你就看到 他跟这个徐吉宇的分别 他的基本就用了 用了这个方法 就是你们来中国 也是通商 你们来通商的话 我不给你通商 你就不能发烂 所以他就基本上就 像看不见英国人一样 这是不理英国人 完全不理 英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做 因为英国人的这个代表叫 大夏里 大夏里就是这个翻译 他的中文很厉害 所以他本来就来打这个 来打这个广州 打这个广州的时候呢 就这个叶明春 完全没有反抗 所以广州成就变成 这个英法的这个 他们来打的时候 大概两万人 就是大概的比例是 这一万五千的英国人 可能五千到七千的法军 他来打的时候呢 这个叶明春没有反抗 他就在这个总督府里面 做什么 拜这个吕洞宾 就希望吕洞宾去保佑他 去抗这个疑人 那当然吕洞宾是够不了你的 救不了你的 所以就抓了他 抓了这个叶明春的时候呢 他就 他就 到这个船上 船上呢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这个仆人 指着海啊 就说你应该要 现在要挑海 要进晨节 叶明春说 我不会 因为我呢 现在要到这个伦敦 要去见女王 我要跟他说说礼 要跟他说这个孔孟之道 要跟他说这个四十五经 要他知道 现在他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他下船的时候 就觉得 为什么这里不是 这个跟英国人 他们的皮肤 为什么比较黑一点 原来英国人没有 放他在伦敦 放他在凯克特 在印度 在印度里面呢 他就 吃完自己 带去的食物 就拒绝 吃这个英国人 给的食物 可能他不喜欢吃 这个 Curry Chicken 或者是什么 他就 活活地饿死 所以 然后后面呢 这个 有一个 作家 就 这个薛福成 就说这个 叫他 六部总督 搞这个外交 他就完全没有 对外国有 任何的认知 六部是什么 是不战 不守 不和 不祥 不死 不走 什么都不做 不做 因为你看这个 中国呢 其实这个 外交呢 一直呢 不是在中央政府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一开始就在 梁广总督 因为这个广州 是第一个通商的口岸 然后呢 上海变成 越来越重要的 就变成是上海 然后在北夷 因为比较跟 跟北京的 变成天津 天津基本上呢 就是这个 北洋大臣 北洋通商大臣 建这个 直立总督 去 就不是这个中央 为什么不是中央 就很像这个 现在这个 菲律宾这个 人质事件呢 这个 这个 阿Kino说 我不会跟你 梁静英去对谈 因为我是 元首 你是这个 你是这个 这个市长 其实一样 就是这个 我们中国是天朝上国 我不可以平等的 跟你往来 所以呢 只有地方 可以跟你往来 所以就变成这个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 最大的导火线 就是这个 英国跟法国 美国 俄国 享有 跟现在的 我们的理念的 一样的 一个平等的 国家跟国家的 一个外交 好